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种在花盆里的阿提蟲 这个叶子呀 还有这个整体的植株 其实长得也是不错的 但是很明显的 就是跟在地里比起来呢 长得非常小 而且分叉很少 哇好大的一只虫子 然后它这边的花苞就只有一个 而且暂时看来也是长得挺小 所以阿提蟲的话 如果想要高产 想要它整个植株长得大一些的话 还是要移植到地里去的